好,那我们刚刚所看到那个编译器啊 其实我们整个专案的组成是都在这个MAN.C里面 那我们是根据它有一个 有一个Define的Tugget 到底它Define成Test 那就是编译成测试专案 那测试专案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程式跑一遍 那如果编译成C0C 那就是会产生C0C.ES1 如果编译成AS0,就会产生AS0.ES1 然后如果编译成VN0,就产生VN0.ES1 我们这样做 那所以当如果编译成C0C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其实主要做的是Compile这个函数 那这个Compile的函数放在Compile.C里面 只有一个函数就叫Compile Compile的输入呢,是C5 就是那个C0的质量 那输出是ASF5 就是那个AS0的程式档 那所以它就会印出说 把谁讲话讲谁 然后呢,第一件事就是 把那个C0的程式档整个读进来 变成一个字串 变成一个字串 然后再来做剖析的动作 但是剖析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会先做少量 在PASS这个函数也会先做少量 那复析完之后 它会建立一个叫做PASS的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 本身就有个余法数 就是这个Tree 余法数 然后它再去呼叫 就是 再去呼叫GENERATE的这个函数 去把这整个余法数给 处理掉 产生中间碼函数的一个碼 OK 那最后呢 就把这个PASS给Free 就释放 然后把记忆体都释放关紧 就好 那所以 刚刚这里 不是有这个PASS函数吗 那PASS函数定义在哪里 就定义在PASS里面 PASS的第一个函数就是PASS函数 OK PASS这个函数做的就是 先建立一个PASS的物件 呼叫PASS 建立一个PASS的物件 然后呼叫PASS 去做剖析 把谁剖析呢 把刚刚读进来 那个整个档案 变成一个字串 做剖析 那剖析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物件导向的写法 所以这一个PASS 其实就是这个物件 把所有的相关资讯 都存在这个物件里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PASS 不叫PASS 那PASS PASS 做什么事 我们看一下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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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它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TOKENIZE 就是把 它做扫描 变成 一个程式 是一堆字元 这字元呢 扫描之后 变成一个一个的TOKEN 这个TOKEN 这个TOKEN 只是一个阵列 然后呢 我变成这个阵列之后 我就把这个阵列 印图 BREAK TOKEN 所以你就会看到 刚刚的那个结果 这个已经远超过 那个部分 重新执行一次 你就会看到 刚刚的这个结果 我BREAK TOKEN 就是BREAK TOKEN 然后BREAK TOKEN 然后BREAK TOKEN 整个阵列 整个阵列 就是BREAK TOKEN 到这边为止 这个是不是 这个 这个是这边 这边所做的 这边BREAK TOKEN 这边BREAK TOKEN 然后接下来呢 就进入PASSING 我们这个是接下来 就进入PASSING PASSING PASSING的时候呢 它就呼叫PASS P-ROG PROG就是整个层次 合格 那呼叫PASS P-ROG完 这样就结束了 一个函数就结束了 为什么它这一个函数 就可以把整个层次做完 因为它用地位下降 所以 它PASS P-ROG PROG 又会再呼叫下一层 再呼叫下一层 一直呼叫 最后 回来的时候 就变成一颗一方数 就变成一颗一方数 那什么做到呢 我们就要看 PASS P-ROG 到底做了什么事 PASS P-ROG 你看 它做的事情就是 其实就主要就是做这件 PASS BASS LIST 因为PROG 就等于BASS LIST 就是PASS BASS LIST 那BASS LIST 又等于什么呢 又等于BASS 所以才是PASS BASS 而且是型号 所以是完全Y Y 还没结束之前 就一直PASS BASS OK OK 那BASS 又等于什么呢 又等于PRO 所以它就去PASS P-ROG OK 如果是 第一个关键词是PRO 如果不是的话 那应该就是STMD 就是PASS STMD OK 那 PASS P-ROG 又做什么呢 PRO就是这个语法 所以它就一直去比 Next P-ROG Next P-ROG Next括号 Next 然后PASS STMD 只要是非中端的 就用PASS 什么 只要是中端的 就直接用Next 什么就可以 那 就这样子做 那 Next 这些呢 它会 做一些动作 就是把 这个PRO 取得之后呢 推入到语法术里面 直接介绍出 那个语法术中间的一个基点 所以同样的 这个PASS STMD 就会定为下降 介绍出 STMD 这整个语法术 然后 就这样子做 然后 PASS BLOCK 就是建构BLOCK 这整个语法术 那所以 其实它做完 这整个 画围圈里 就变成一个语法术 大概是这样的结果 那 每次呢 做这个PUSH 按POP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 这个 一开始PUSH的时候 它会建构一个 FOR 的 这个 竖状节点 在POP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 竖状节点取回来 挂到它的 父亲下面 OK 所以最后 整个出来之后呢 变成一个 一个 语法术 做完 语法术之后呢 再呼叫 再呼叫 这个GENERATE GENERATE的定义在哪里 就是定义在这个 GENERATE里面 第一个函数就是GENERATE 它的动作就是把这个数呢 转换成组合语言档 那 什么转换呢 需要经过几 几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 你要先把组合语言档打开嘛 对不对 这样我看到的时候才可以行入 那 接下来呢 就是GENCOR 产生程式码的部分 然后 产生完程式码之后呢 要产生资料的部分 GENERATE 最后呢 就结束 那 所以重点就是GENCOR 到底做什么 GENCOR 我们看一下GENCOR GENCOR GENCOR做的事情就是 你看 它如果碰到FOR 这种节点的话 它就怎么产生程式码 这里规定了怎么产生程式码 如果碰到STMD这种节点的话 就怎么产生程式码 里面都写 然后如果碰到条件节点 那怎么产生程式码 碰到ESKE 那又怎么产生程式码 碰到数字或ID 怎么产生程式码 其他状况呢 就直接把所有的 死带都递回去 产生程式码 那当然每一个都有它的处理 处理的时候呢 最后它都会GENCOR 产生那个中间码 OK 那现在问题来 GENCOR的产生中间码 那我产生组合原在哪里 就在这个GENCOR里面 这个GENCOR里面呢 它有说 GENCOR to ASN 就是把这个中间码 直接再转化成组合原 OK 那GENCOR to ASN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如果是等号 也就是指定的话 就做LDSD 我先载入到R1 再把R1存回去 OK 如果是加减乘符这种运算 如果是加把 然后就做加把 减把就做减把 成把就做成把 除把就做除把 DIV 那但是呢 中间都要经过占成器 都要经过占成器 才有办法完成 因为我们指令期 没有支援那个 记忆体对记忆体的部分 所以中间都要经过占行器 所以这个P-COR 转到ASN 主要就是 把占的系统力进去 OK 然后最后 就 就产生了 我们要的组合原 然后就可以再用ASN 去做除 所以我们的设施大概是这样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程式 好 那今天就上到这边 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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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